陳委員,早 部長,我現在請問你 都市更新這個計劃 在前股來講,現在成功的案例 有幾個案例,你能不能比較詳細告訴我一下 剛剛口頭報告講到200多件 那如果以那個負數來講的話 成功的案例,有幾個案例,你能夠提起來 台北市大概是哪一個案例,是成功的案例 還有高雄是哪一個地方,是一個都市更新 是一個成功的案例,你能不能告訴我一下 我先向委員報告一下,如果以台北市來講 在243件裡面,台北市有116件 那這個台北縣有26件 已經完成了嗎? 921的中部有111件 這個是200多件,是申請案,不是完成的 我是說完成了成功案件 這是已經核定了,有部分是已經完成的 部分是哪一個部分,你是不是告訴我一下 你要很清楚告訴我們 都市更新是一個非常繁雜的一個計劃 要推動不是那麼簡單 那我們要了解一下 完成以後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我想要讓很多人了解 我們很清楚,都市更新是一個環繞的程式 發展到一個飽和的一個情況 那麼必須要推動的一個計劃 但是我們到今天為止 我們很難了解 尤其是我們南部,第七的這個縣份 很難了解,都市更新 這個成功了以後,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你到今天為止,也從來沒有去做最後面的一個宣傳 那我們也不瞭解,反而是像日本六本木啊 這種都市更新,成功的案例啊 全世界都知道 那我們不瞭解到底台灣的這種都更 成功的案例是哪裡 您說明一下 好,謝謝委員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署長 可以給你一個比較精準的描述 八委員,現在成功的 都僅值於這個私部門的 這個面積 什麼叫私部門 就是民間的,民間為主 本來都市更新就是民間的啊 你哪有公部門啊 不不,民間公部門 比如說我們現在正 比如說華光 華光是公部門 華山是公部門 都更,公部門是可以推動的 有公部門為主的 也就是裡面大部分是公有地的 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基隆 基隆它西二西三碼頭 將近有十一公頃 那這個是完全是公部門的 因為我們整個基隆港 它現在轉型為油氣港 所以那個十一公頃 它就會拿來以公部門 來做實施者的一個公 所以其實公部門 比如說 剛才委員提到日本的這個六本木 那個是歷經十八年 那個是屬於比較屬於公部門 如果以台灣來講 那台灣如果以公部門來看 那我們現在從基隆 華光 日本六本木基本上它是屬部門 它是以 雖然企業去推動的都市更新 那我們是瞭解 目前台灣的都更計畫的推動 到目前為主 還沒有成功的案例 屬部門就是民間自辦的 其實有相當多的案件 我舉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 譬如說 在921大地震 在台北市倒掉的東興大樓 因為現在已經全部完成進駐了 這應該也是算一個成功的案例 它是都市更新計畫嗎 對 都市更新計畫 東興大樓是 是用都市 利用都市更新條例 條例嗎 對 那還有在中部的災區 中部的災區 就是在集集 峰原 東勢 那一帶 也相當多 利用都市更新條例來做的案例 但是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有完成啊 有大部分都完成 我是說 如果以921大地震的話 大部分的都已經完成 你這個部分都市更新 我只是要提醒 就是說 都市更新 目前大概 我們所看到大概都是 主要的地區 還是大都會 譬如台北 高雄 那我不瞭解 您現在講的 這個南投 是哪一個地區 南投會集中 我是指中部 就是 我不瞭解 我只要提醒你 就是說 都市更新是一個好的一個計畫 但是在南部地區 一直沒有辦法做推展 這恐怕在整個行政 這個 程序上 我們還是要去做檢討 尤其我們 南部地區的都市更計畫 大部分都是在都市計畫內 尤其是在鄉鎮公所 必須要經過鄉鎮公所的 這個鄉鎮公所的 這個是一個好的計畫 大家都知道 是在鼓勵 這個 榮基 但是在地方 大家 在一般的這個 這個 中南部的縣分裡面 他們認為就是說 你隨便你給我鼓勵 那個那個 榮基 都利外面積 但是我的土地就減少了 我就要拿一般去做公共設施 所以他們在觀念上 一直沒有辦法變化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你如果這個都更的一個推動 是適合全國性的 那就是跟不同的地區 你們要有不同的一些處理辦法 你不能把台北這一套 也拿到這裡來 那就不能用啊 那很多人就是溝通上是有困難的啊 要說明要很說明的很辛苦啊 而且大家也知道 都市更新基本上 是一個 是一個城市 飽和的一個發展狀態下 必須要推動的一個計畫 但是到今天為止 我們發現 很多的地區 事實上是應該推動的 但是都一直沒有辦法 這個我們是覺得說 這個部分 是不是你們 營建室這個 應該要好好去做出外面積 在行政上 甚至於在財務上 所以說我們地方政府 是不是可以辦理所謂的 土地啟德以後 才跟這個建商來做合作 這也可以 部分的提供這個 融資 就財務上也可以幫忙 這樣子才能夠 在在信念過程中 在推動過程中 才能夠讓他找入完成 我這樣講 署長你比較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了解 我非常謝謝陳委員的提醒 確實現在在兩百三十幾案的 這個已經核定在做的 這個都市更新 都集中在台北市台北線 這個是事實 中南部的案子是非常少 那同樣一套都市更新條例 那是不是北部中部南部 可以一起試用 我們來檢討好不好 我發現你們現在的這一套 這個 這個 都更的這種 條例 事實上在 中南部地區 是沒有辦法推動的 那我們是希望 都更這個計畫 基本上 利益非常的好 但是 就是我們希望在 在 營建室這一邊 應該要更多元 去紓考 如何讓 中南部地區的一些 這個 鄉鎮 已經發展到 某種程度 飽和情況 我們要怎麼去讓它推動 我先向委員報告一小件事 因為剛剛委員講到這個嘉義 其實在我們現在今年 行政院的六個重要的都市更新案裡面 就有包括這個嘉義市火車站 附近地區的都市更新案 那這個案子在去年的六月中 已經經過嘉義市的都委會審核通過 那包括說林業文化公園的批建 是由市政府負責 北門車站要BOT等等 部長 部長我要再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你可能對我不是很認識 我是嘉義縣 嘉義縣跟嘉義市 是不同的行政區 我記得你已經好幾次的答請都已經提到嘉義市 我知道現在中央對嘉義市是特別堅固 我都很清楚 我知道很多的租源都下放在嘉義市 但是相對也遺忘嘉義縣 所以我也要很特別告訴你 事實上都市更新 我要很清楚告訴你 所以你在跟我說我都很清楚 但是你下禮拜在講話要注意一下 你對我這樣講話 你不能親切講講的 雖然說稍微用一個腦筋的 我只是要很理性的跟你探討 都市更新 事實上 現在大概這些計劃的推動都集中在台中 台北還有台北縣市 所以現在中央部現在是不移 這個推動上都有困難 我只是在提醒 在凸顯 而且我記得我們嘉義縣第一個都市更新計劃 就是在嘉義縣的民雄 那這十個地域非常好 而且嘉義縣的這種民雄鄉 事實上是應該要好好的推動更新計劃 甚至於我們整個計劃的過程 我們把這個很多的工部門的這些機關 就牽到台北縣的旁邊 那我們把整個農業區能夠劃定 變成是機關用地 甚至是自製區 然後把現在的工部門的這些機關把它變成是廣場 這樣子整個在地方的一個都市更新 活絡上是有很大的幫助 但是事實上地方人是不了解的 甚至於認為都更這種計劃 是不宜推動 推動會審害他們的潛力 所以這些都是台北觀感 台北的這種刑事的一種觀點 在對待中南部 我只是在這裡特別提出來 希望這個電信部這邊 能夠好好的這個檢討 另外我想我剛剛在辦公室特別提到 就看到部長在答詢賴委員 特別提到私企要到大陸 我一直覺得這個 這個私企要到大陸 明明台灣地區跟這個大陸地區的人民關係條例 規定的非常清楚 那麼我們必須要提出申請 而且剛剛你特別提到到今天為止 還沒有還沒有這個案還沒有送到我們內政部審查 那根據第九條的第四款 他是應於一定進入大陸第七之日三星期 應喔不是得喔 那你是不是能夠說明一下 向委員報告 剛剛我們副署長在回答這問題的時候也有說明 那就是條文裡面確實是講應於三星期之前 但是在過去我們審查的這個實例上面 確實有在三星期以內 那個專門為他來召開這個聯審會的例子也是有的 哪一個例子 剛剛不是特別問你喔 是什麼特殊的例子 應就是法令規定就一定要在三星期啦 那還有什麼特殊的情況可以違背法令 可以用特殊的情況來審議的 你是不是能夠說明一下 好過去的實例 我們只是現在就法論法啦 今天我們不要說這個人是什麼種人啦 不要討論到為政治問題去啦 現在說的是說 這明明這個法律的規定就應於三星期 你自己在立法院答詢的時候 說還沒有提出來 那你怎麼去做這種補救 我就替你們著急 坤委員報告一下齁 因為三星期它是規定是宣訴性的條件 規定你要到大陸去 一定在三星期內 以前提出來是沒有錯的 問題有很多緊急的案件 啊我們 所以你們就是 你們就是一種 一種去騙啦齁 把這些理由騙好學啦 這社會都在看啦齁 明明確實 很清楚的就是應於三星期提出 部長你自己答請是還沒有提出來申請 對 所以今天你們自己再說 再去解釋啦齁 再去好好的編一些理由啦齁 說什麼叫做禁忌啦 我是覺得齁 事實上這個 這十期要到要到大陸去參加 不好會談齁 這是高層的決定 但是也應該要依法令規定 要去提出申請來辦 但是如果說違背法令 那麼還要開方便之門 我覺得這樣好 我想這是社會有一個平伴 我想我們在這裡也提醒部長 一切真的要依法行政 我想這個民主爭助 在野黨就是要扮演 嚴格監督的角色 我想我們提出來也希望你們好好